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关于董永虎是出了哪些问题 官方是有专门的一个自然段的介绍 说他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接纪律 工作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所以接下去就是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其中中国大陆媒体抓的比较多的 确实也是比较抢眼的 相对罕见的 就是董永虎将政协委员资格等私乡授受 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 这个私乡授受是不是说去买卖政协委员的资格呢 那官方没有这样的表述 但也不排除可能性 其实我的一位观众朋友啊 他的家人有一位是中国的一个省 经济比较富庶的一个省的政协委员 那么这个朋友就告诉我 他的这个家人政协委员 当然他没有说他的家人政协委员 是不是拿钱去买的 但是他透露在那个省拿钱去购买 省一级的政协委员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透过董永虎将政协委员资格四相授受 这个说法看上去 那就是所言不虚这样的情况 做人情也罢 还是真金白银买卖也好 包括在经济负数的省份 都是很突出的 这也凸显中共的反腐啊 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越反越腐 所以这种反腐的机制是出了问题 关于董永虎的私生活 那在互联网上的说法比较的多 有一些呢是有考据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不是空学来风 他应该是有一个女朋友 是董永虎在西藏工作期间 担任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期间 所结识的 后来他把这位的女朋友 或者说情人 也是一同带往了上海 董永虎是浙江人 本科是在杭州大学读的 硕士是在南开大学读的 这两个高校 出来正部级的官员 近些年来是比较的罕见 所以两个学校的校友 都是以董永虎为荣 他的一个校友就特别提到 在董永虎读书和刚刚工作的阶段 他那个时候家里的情况并不好 透过他的穿着啊 营养啊是可以看出来 所以呢他的同学是认为 这个是影响到了他的身高和身体素质 公开信息可以看到董永虎的身高 应该还是有一米六左右 但是这个身高并不影响他占到C位 他的同学在董永虎落马的消息 七月份传出来之后 是很感慨的 认为啊他经得住清贫 但是最后还是辜负了组织 所谓的组织对他的信任 所以关于家庭很贫穷的 这样的一些官员 他在仕途上步步高升 这种心理的调适 也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当然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 找不到女朋友身高的原因 没有金钱家庭贫穷 然后呢以后去找补这个情况啊 对于官员的贪腐 他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 董永虎第三个看点 因为他是正部级的官员 中共对他的处理的流程 那似乎呢也可以作为 秦刚李尚福等人 这些高级官员处理的流程 做一个参照 董永虎是在2023年的7月中旬 官方就宣布 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的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就此成为中光世大以来 首位落马的正省级的官员 接下去到了7月底 上海的人大就罢免了 董永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职务 同时终止了董永虎的上海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紧接着到了8月底9月初 中国全国人民代常委会就确认 董永虎的全国人民代代表资格终止 然后到这一次12月12日下午3点钟 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所披露的 就是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基于董永虎开除党籍处分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 上海市第12次党代会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务一并移送 走的是这样的流程 那么秦刚和李尚福 现在只有人大常委会相关的流程 还没有看到中共的纪委国家监委 相关的说法出来 还是显示出了一些不同 现在很大的可能 二十届三中全会 会一并把这些人做一个了解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也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